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 由桃花季到 各地吹起五月雪 未响应今年桃园客家桃花季 桃园市府客家事务局 今天在杨美火车站前举办装置艺术彩绘活动 邀请上胡国小四年级学生为废弃公车换新妆容 用画笔在车身栽种油桃花 赋予废弃车辆新生命 参与彩绘公车的彭同学说 美术客搬到户外举行非常有趣 老师吩咐我们把废弃公车当作画布 要我们尽情发挥 他腼腆表示 虽然只能画上几笔 但为了让路过的行人都喜欢这辆公车 他特别上网搜寻油桃花棒的模样 尝试调和出最符合真实花朵的颜色 市府客家事务局长蒋邪安表示 去年举办桃花的景艺术展 大获好评 今年改以童话为设计理念 共规划五座装置艺术 其中 扬美火车站的童话彩绘公车 邀请插画家完成底涂草稿 再让学生挥洒创意点缀童话 共同打造充满童曲的达卡圣地 出童话彩绘公车 另外四座装置艺术分别为客家文学馆后方公园的童话美好列车及童话乐园 三坑铁马到入口处的梁亭漫漫 十一只古道的童心荡漾 民众在赏童之际 也可欣赏到精心制作的童话的景艺术作品 客家童话既为期一个多月 自19日至5月27日至 详情可洽市府客家事务局或上活动官网查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